早安,今天早上,如果您看报章新闻 会变成昨天电子传媒的头版 刚刚成为今天的头版 因为大部份报章都不可能会在凌晨3点 打后再转版,全部都在印 所以今天所有报章都是李光耀病逝的消息 包括AM730用一个黑白的大头照片 而这张照片亦是新加坡领事馆的官方图片 昨天看到特首梁振英去签调严策的时候 你都会看到这张照片 当然AM730是做了一些效果 有点点 苹果一向都是玩破格式的牌板 上面退了底 下面留了一些低级 这是奥巴马讲的真正历史巨人 放到很高,很大 令你感觉到一种巨人的感觉 文汇报的做法就是说他与群众的关系 就是有一个李光耀的悼念场 这个悼念场就是成为了今天文汇报的头版新闻 主要都是这几种做法 我觉得大头黑白 悼念他这些电视框的做法 另外报纸就是用最直到的牌板 另外就是说民众对他的关心 我觉得反而就是今天如果由解冠角度再说多一天 是 我怕有点被人觉得我们稀长之言 你昨天都说了这么多 我永远有答案又分析了 就是我们四个阶段的现代政治领袖 但是如果由解冠角度看 反而就是说 那些报章为什么会用这个角度呢 譬如AM730我经常说他都喜欢放外国新闻做头版的 那你这单这么巨型的外国新闻 新加坡是外国很明显 李光耀平时是新加坡全国哀悼 然后他有个隐纯就这样放下去 因为他没有花神 他当是一件普通的事去报 换言之就是说他们一直都报开国际新闻 所以他继续报 另外苹果他就怎么叫有花神呢 就是譬如你叫他做新加坡之父 其实都已经是给了个标签 当然大家不会有意义 因为他就是这个叫做开国总理 新加坡人用的方法 开国总理 但是李显龙就不会说新加坡之父 李光耀病逝 李显龙也是说开国总理李光耀 但是你看到苹果另外值得说的 反而是这里他写了 就是说创立了什么 威权资本主义 威权资本主义 他特意放一个名词出来 去说这个人是一个威权 但是信奉资本主义的人 然后就说牺牲了什么呢 牺牲人权 人权自由 这是苹果报章的定位 他一方面 你也知道苹果报和黎智英 很拥抱资本主义 但是另一方面 他们也很抗拒强权 所以他第一句 就是创立了威权资本主义 但是牺牲了人权自由 这个就很明显是苹果的做法 文汇报也是用新加坡支付 李光耀病逝 不可以说完全没有加一些标签 但他毕竟都是一份中国市场为主的部章 他很难大讲一个新加坡支付 所以他就多一些民众的版面 在这里 他的做法会是这样 他有比较温馨一点 用图的颜色也是比较温馨一点 而且他做了一些效果 这里有一些花 整件事很暖 另外一些报章怎么做 例如《都市日报》就说 罕见严父领走 李光耀走了 新加坡贴碗 安居乐业五十载 强调他的贴碗 另外《头条日报》就说 预言香港政改 全部应验 巨人走了 《头条日报》就是正改的角度 李光耀怎么预言香港政改呢 其实共产党不会让香港争议好自己 他一定会在三至四个人当中选一个出来 因为他怕会有外国势力 搞乱了 这个就是《头条日报》的角度 但《头条日报》基本上都是说他是一个严父 即是说他是一个铁碗的角度为主 其实《头条日报》一向都玩食字 今天都没有 基本上都是 反而玩了 就是李光耀走了 五个大字就算了 其实《头条日报》做这件事是有点困难的 因为我看到 就算你说电子传媒 昨晚都出了特色 电视又看到很多新评 剪出来的Bike 剪出来的网问 最低限度 我昨晚一天 详细回顾了李光耀一生四次 是的 很多不停地做 我不是说24小时新闻台重播的短片 那些很长的半小时特輯 没错 其实每个台都已经剪好了 做了 是加回那个年份 或者是确保那个年份 日子或者年份 然后就出街了 所以 报章怎么做 但不做又不行 大新闻 但你问我 其实由《头条日报》 昨晚看这么多 你今早再叫我一半截 都是看我 都是我 是吧 你很难找到资料图片 是电视台没有的 他们都是用那类 之前用开的资料图片 我想我们的做法 就少些人做 我们就由大历史观 去看 他的历史定位怎么做 都有报章不是这么做的 譬如 《太阳报》就说 巨型蜥蜴 占郊野公园生态大灾难 这些巨型蜥蜴 其实就真是 不是香港的物种 所以它一定会成为香港本身有的 一些郊外生物的情况 因为很多都是一些 之前兴养这些 在粗物店买回来 发觉越养越大 它看得多的黑方片 觉得很可爱 这么小 越养越大 在家里搞不定了 就扔掉它在郊外公园 所以成为了生态的大灾难 因为它们其实 不应该在那里出现 我想这么说 我无意拿一个比较 但我觉得《太阳报》这里 都可以引发我们的一个联想 当然李光耀是一个伟人 这么高能力 但是新加坡那套方法 不是说李光耀本人 是新加坡那套做事的方法 本身就是一种具形式的 为什么呢 他第一 蜥蜴这一件事 不是香港的物种 是其他地方的物种 而新加坡那种威权的资本主义 也是一种外来的品种 香港的资本主义 从来都不是威权资本主义 是殖民地的资本主义 移植过来之后 现在是一个共产政权之下 资本主义 有特色的社会主义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所以你放到香港 新加坡这种巨型蜥蜴的做法 其实可能会危害到我们的生态环境 不可以立乱抄 而我认识有一个特性 就是水龙两棲 香港是第二种两棲类的生物 香港岛像什么 你记不记得 青蛙 所以我们是青蛙 不是蜥蜴 青蛙是什么 跳约 很灵活 蜥蜴不是 蜥蜴是和环境融入 会变色 所以新加坡人往往都是 它可以融入不同的环境 然后变色 但香港人就不是 它是弹跳力比较强 这种不行就做第二种 这种不行就做第二种 所以就算同样是两棲类动物 蜥蜴能力很强 但香港人的方法 应该和新加坡不同 大家不要上纲上线 我无意去贬低李光耀 只是说太阳报这一份新闻 另外有这样的联想 另外今天还有一份报章 即是连板头都不放 你看到太阳报 还有李光耀板头 李光耀病逝 但是还有一份报章 由板头是广告 下面是警员撤死办公室 其实昨天去到第三、第四条的新闻 都有这单新闻 情报唯一一份完全不放李光耀 在台湾的新闻 我觉得反而这个可能是一个策略性部署 可能他都在想 昨天还不听到 看到 有点理 看得好像很流 所以可能情报这个方法也是好的 可惜也是他第一把是广告 是的 都是广告 要打开才知道 又成为了今天唯一一份报章不同的事情 如果你说由解决角度 这个就是捐赠器官为外 我们经常都说 真是一好的答案 对 无论你有没有不知道的病症 记得可以透过网上填射电视器官捐赠卡 立即打器官捐赠 可以搜索网上 就可以立即去到登记